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应该是上星期四或者星期五的时候 他在一番观众对话 在一个活动当中讲述这番话 他认为2024年应该不会出现拜登跟川普的对类 他描绘他说应该是纽森 加州的州长 他把它称之为这是一个最黑暗最黑暗的状况 但是他认为应该是纽森 原因就是说这个国家太黑暗了 华盛顿他说我在跟华盛顿打交道35年 我不认识这帮家伙 就指现在美国政府 他说我不认识这帮家伙 这个家伙们纯粹就是在摧毁这个国家 而不是真正建立这个国家 那而纽森呢是可能被他描绘成是整个这个团体当中最阴险 最阴险最狠毒最黑暗的一个人 克拉松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认为民主党人正在 其实是在推翻拜登 在利用拜登 利用拜登在给川普设迷障 原因是在美国社会中 有40%的美国人对川普深恶痛绝 他用这个词 他说血腥的那种那种不满 他说这是非常很少有 而这从来没有见过 而这一份的不满呢 却源自于那种 华盛顿DC所作所为 跟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关 他没有提这是司法部的做法 但是他强烈反映抗议了 现在美国的主政者 掌握权力的人 卡尔松比较激烈了 所以他激烈的言辞 在美国社会的影响 人们那么多的美国人 去接受他的观点跟看法 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他会不会回到网络当中 回到福克斯本身上 不清楚 因为福克斯到现在 也并没有推端 就是结束对他的薪水 如果福克斯的现在长子改变了 再把卡尔松请回去的话 情况是完全不同 我以为所有东西都可以改变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卡尔松自己也讲说 任何的可能都会发生 但是他有一点可以肯定 应该拜登不会参选 就是拜登最后不是真正的 跟川普的对垒者 那是不是纽森他不完全确定 但是他讲说这半年 然后接后的一年 是美国历史从未有过的黑暗 跟不可预测的状况 基本上评价是这样 评价 他也没有明确讲有死亡 他没有明确 他只不过讲述了 权力者的那一份阴险 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那这篇内容本身来自于 保守派媒体 叫做保守派简讯 卡尔松做了瞠目结舌的预测 他不认为2024年 是川普跟拜登的对垒 是在特拉华 他说在特拉华的一个活动中讲的 拜登太衰老了 已经不灵了 他说我不想说他不好 但他就是这么回事 而且他完全在输掉 在输掉与川普的竞争 他说无论怎么 大家是罗子是马都出来六圈 你无论怎么玩 那拜登都是输的 他说其实是这么回事 谁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 然后他提到说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川普跟拜登的对垒 是不会存在的 我敢打赌 他说打赌大概 我用我心爱的 免因州的钓营鱼地 作为打赌 那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钓鱼地方 他说那我输了 我就 我钓鱼场不要了 他因为他自己太喜欢钓鱼了 他说那会到底能发生什么 他说有四百种不同的可能 但你必须选择一个 而其中一个最令他担心的 就是牛森 他说这个家伙太吓人了 这个家伙太渴太吓人了 如果跟他对垒的话 那是完全不故事 完完全全不同的故事 他就这么讲 完完全全不同的故事 完全不一样 他说这个家伙 简直是 就是无法预测的背景 这些问题都是被迫产生的 所以到了2021 24年的11月大选 整个充满了 没有人能够预见的 要发生的事情 我个人相信他的预感 他讲述了 拜登是不存在的 那牛森是可怕的 但到底能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 所以我以为他这个推测是对的 要发生的事情 不是人能够预知的 那普通的人 所以他来讲 那他就不一定能够 比如说像我刚才那描述 那他不一定 他只是预感到 一切都失控 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就是一切都不能够 按照现在角度去讨论 这个他可以 他说肯定是非常的 令人难以琢磨和恐惧的 世界级的领导 这种主管力呢 已经出现在崩溃中 美国总统是一个官位 美国历史上 因为他拥有人类历史上 最有利可图的一个特权 就是美国总统 所以他就讲述了 会让他很疯狂 大家都会很疯狂 因为不知道会做什么 不知道会怎么样 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都不知道 所以你人们作为选民 一定要为这一份不知道 做好准备 你必须要认真做好准备 你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美利坚和中国一小 说人并不代表任何 接近大多数的美国人 他说这个是一小说 但你一定要知道 川普被40%以上的美国人 憎恨 就像杀人之仇之恨一样 他受到了西方任何政治人物 都未曾受到过的攻击 的方式攻击 原因就是他在击败现任总统 这本身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厌恶 跟深刻不满的标志 他们认为是这样 所以这是美国出现了 完完全全的警告 他们面临着 我们正在面临着 他见过的最黑暗的人 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到国家毁灭之中 但是现在是这样 这个人他就没说是 是今天的美国的主政者 拜登还是这个纽森 他没有讲 但他执行的是一种党派政策 那拜登的背后 也不一定就是拜登个人 能够主见 他同样代表整个的一个背景 所以他讲说 对此负责的人 是我与之打交道的 最不诚实 最无情 最反人类的团体 那是不是讲的民主党人 我在华盛顿生活了35年 我不认甚至不认识这些人 他们正在做什么 天太黑了 他们正在做一些 甚至在学术层面上 都无法帮助美国 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事情 就是作为研究课题 都不能作为研究 都不可能研究的 结果他们在真正在毁坏这件事情 暗示了拜登可怕的边界政策 来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700万人 非法跨入美国 享受美国公共利益 说这不可能 这在摧毁这个国家 他们是故意这么干的 这些是真正最最黑暗 最最黑暗的人 他们用了700万人 在过去的时间里 那谁在执行这样的政策 美国的司法部 美国的政府 就现今的美国政府 所以这就是这故事了 这是一个真实 那他们又用着冠冕堂皇 冠冕堂皇的政策 民主也好 这个人 道义也好 我觉得怎么样都可以 当然卡尔松 在讲述他一份真 真相 卡尔松的真相 卡尔松的真话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